今天小楠姐要去哪里玩呢 今天就厉害了 今天我要去一个朋友家 他是独居在三千万房子里的男主人哦 三百三十方的大平层 我在想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到底开不开心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哈喽 你可以告诉我你这房子多少钱吗 现在应该大概六千万吧 说少了 你物业费多少 十块钱吧 十块钱每平方 所以每个月应该是四千块吧 差不多 对 我觉得他家就是特别棒的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他两边特别的通透 然后你后面的这个阳台 他是两边连起来的吗 这是一个L字琴的阳台 哇他这里风景真的好棒 我刚刚就说他完全就是住在景区里的 因为那边就是欢乐谷吧 是啊 天啊 最贵的都还好吧 沙发多少钱 沙发十多万吧 都还好吧 你自己选东西的标准是什么 主要还是风格要统一吧 合适的就好啊 还是会比较注重性价比的我觉得 对 沙发要十几万 而且 那就没办法 这是定制的 路面的沙发十几万很贵了好吗 你住过最小的房子是多小 独居 一百六的吧 你们独居都是住多大的房子 弹幕来一个 怎么住多大 六平方 我很高 就很有安全感 那 那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吗 可以是没有 真的有点太大的 是三百多元 那你换小了呀 但 现在 这个没有指标啊 换不了房子 那你为什么要从一百六换到三百三 就买房就是投资啊 对啊 所以那套也卖掉了是吗 那套没有啊 那你投什么资啊 蛤 这是冰箱啊 哦就是冰箱 它定制的冰箱 哦 这就是 它昨天特意为我们拍摄 买了八百块的水 我挺喜欢把冰箱就是放在后面比较麻烦一些 垫垫垫的感觉 对啊 就是舒适感很强 你是什么星座 哇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大家都以为它是 我很乱的 我家里 我真是收拾过 哦 你是卧室连着衣帽间对吗 对 哇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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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水 我也只有四五瓶香水 所以 你平时真的用香水 我老公一瓶就没有 没有啊 他说男生不应该用香水 太传统了 哇 你会用这么多的饰品 所以这些都是你平时会戴的 周末嘛 平时穿正装的 所以这边两边是你的衣帽间对吗 对 这边是衣帽间 我可以随便打开一个看看吗 可以 给我把它绑住 它们的区别 在哪里 那男生不就是这样子吧 我觉得这个好像你们男生在看女生口红一样的感觉 会有不一样 就是它的面料啊 然后跟下它的一些裁剪那都肯定会有不一样 有些会宽松一些 有些会谨慎一些 哇 你卧室好大 好漂亮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个风景 喝剩下什么红酒 你每天都会喝杯红酒在睡吗 对 一般都会 好有情调的人 有过几个女朋友 别跑 别拍别拍 哇我们来看它的浴室 这个浴室我觉得好舒服 好像酒店呢 因为它就直接面对的是窗 你平时在这里泡澡 真的会看投影吗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段视频 他在这里泡澡用浴球 脸香分蜡烛 还看投影 在广告啊 这个时候 你平时是不会点那些的对吗 哎 它 它有什么 我自己也知道 你这些所有的软妆是你自己来搭配的吗 对 所以他才过了 26万粉丝 是怎么想到要做博主的 第一开始还是觉得好玩吧 那就随便拍呗 拍着拍着就20万 我们什么时候 也可以拍着拍着就20万 什么东西是你们家里有 我们有的 青龙 孤独 因为我们觉得独居 还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 孤独的时间其实应该也挺多的 对 已经习惯了嘛 但你向晚会有小孩吗 肯定会有小婆的我觉得 那怎么办 你父母着不着急 很着急啊 来弹幕 那你结婚了以后怎么办 你怎么保持自己的独处空间 跟很多男的一样 就是在车上 你也会啊 嗯 你是听多了吗 听见也听多了 就能理解吧 嗯 但是你有条件分房税啊 哦 对哦 你觉得在深圳买330方的房子 秘诀是什么 太俗了 那还没关系 第一个要买的帐号 第二个要有钱 那怎么赚钱 我来想一想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 我的朋友为什么都住在六百房 一千两百五十房 因为你没有把 看懂看懂 房子的本质 我看懂了也没有办法 关键是 也没有all in 这房子有杠杆 我们最好的房子 你要是再给你买房的话 你买多大的房子 我买更大的 你的目标是多大 500房 我们隔壁就是500 500多房的富士 当时应该是有机会 应该杠一下去买那套 为什么没买那套 因为很贵 那现在看起来 你肯定就不会觉得贵啊 那一套已经一个多亿了 对哦 那所以你财 也是五六千万的价格 看每个人吧 你把房子当做是什么 它其实肯定是一个最好的理财工具啊 那你为什么不all in 你不把房子当成家吗 但那是另一个概念 家要有人才是家 我才一个人怎么算家呢 那我又陷入了反思 然后今天采访完了以后 他一直在反思人生 退出了金融市场 卖掉了房子 住到山里去了 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 会有非常 特别在深圳里会非常有焦虑感 总想着就是 但是在这发展过程中你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不然你 就是为什么要现在这样活着 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一行业呢 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解脱啊 这个样力 我也可以 你这个地灯是 别再问 不是你吃 你是什么星座 摄手座 你有看过我们的片子吗 我看了你那个 六百方的片子 来 跳 跳着看 跳着看 来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跳着看 你最喜欢我采访过的哪个屋主 你有采访过很多吗 对啊 我都已经有八七了 滑蛋了 你最近重新在事业方面 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房子呢 它有一个浴缸 两个台盆 五脏俱全 而且同时还可以交代几个朋友 听起来是不是得120方才做得到 但其实它只有35方 这么夸张啊 八十平米 你要住四五个人 不需要找45钱 刷发七几就不可以 小呼吸你本身就这么小 条件那么局限 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去设计 自己作为小城市的人来到大城市嘛 大城市比较贵 广州不是什么大城市 我觉得广州还是大城市 我妈 然后她来到这边 就看到那个场上 天呐 我刚刚也想出 你是不是到 你哭什么了 我觉得真的是开了眼睛 这个神奇的小呼吸 下次我带我的同事过来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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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